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街北暴理心,我是佳瓜 我是Jenny 这个影片呢,我们会有一个三天两夜的槟城之旅 我们会去槟城的五个礼物景点 住在槟城五星级海景酒店 然后还要去槟城的美食探店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要看到最后 Let's go! 我们现在要去 Intopia 最大的蝴蝶园 最大的蝴蝶园,居然是在槟城 首先,我们去看 Bye 这里其实蛮不错的,你看外面很热 这里其实很凉爽,不过没有地方去 我这里真的蛮好的 Hello 除了蝴蝶之外 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蝴蟲和两栖动物 还有一个小Dips 你们可以穿红色、黄色或橙色 因为蝴蝶喜欢这些颜色,可能它就会跑到你的身上 这个叫做人脸虫 这一只蝴蝶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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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选择来Escape呢,或者是来Antopia,或者是可以分两天来 可以在这里拍照 Escape Team Park是Binning属一属二的主题乐园 这里提供我们游乐设施,超级适合你和你的女朋友一起来这边玩耍 当然千万不要错过世界上最长的滑水道 The Longest 就在Escape Team Park里面罢了 而这一趟旅行 我们选择住在Hard Rock Hotel Let's go What is you welcome to the room? 整个房间的设计都很rock and roll 都保存着Hard Rock的风格,都充满了一大严肃 它的那个房屋措置做到蛮好的 就每一天早上它都会给我们换一条 只是可惜的就是它给我们住的这一间房间的view就被很多树挡着了 我们去看Hard Rock的早餐 Hard Rock的早餐 Hard Rock的早餐就是满飞式 够有西式中吃的每些食 在我们吃早餐的同时 OK,这一次的影片是由Club所赞助的 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是Club的话 Club呢其实是一个可以买一些优惠的票 比如说你想要住酒店 一些交通的票 或者是你想要买一些便宜的门票 你都可以在Club上面买到 有时候它会有一些比较优惠的门票啊 一些酒店啊 你可以享受更加便宜的方式旅行 用Club买票的话哦 是很方便的check in 其实小姐本身去很多个国家都是用Club的票 你去Disneyland啊 Universal Studio啊 你都不需要排队买票 你就直接scan那个QR Code就可以过了 有兴趣的话在这里面去旅行 记得使用Club平台所提供的服务 啊我们会把那个链接放在那一个 Description那边 你们可以在那边点 来到Hard Rock Hotel住了 当然也会去Hard Rock Cafe朝圣一下 就是show这一个QR Code给他们 一分钟表定 在Komta的The Top Binning 是冰城最大的室内主题乐园 啊....河豚儿 在看低河之浦吗 LET'S GO 啊!不要被咬! 宿醉的恐龙,看过吗? 我们在club买的票是有三个景点罢了 在the top呢,其实是有八九个景点 很适合带小孩子啊,有庆子活动啊 带这种小孩子啊 这个是Gravity,搞完吧? 只要吃啦,Budgy Jump都不搞完 五九人 哇,你们敢不敢躺在这里 在我们户外,站在那边 这个户外的景点比较适合傍晚时分来看 然后可以看那个黄昏 现在这个时间的景点啊,两点多啊,真是很热 所以建议大家比较傍晚一样的时间来这里 世界上最好运的饮食 OK,等下就可以买完汁了 神经病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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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这里的最高点 一眼就能把槟城Georgetown看完 另一个可以看完槟城的地方 就是Penang Hill 我们要上去了 虽然现在是搭热田啊 Tapi在上面哦,很凉爽 就只是晒一点好不好 去Penang Hill玩千万不要错过The Habiton 在这里不会飞航拍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飞航拍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飞航拍的 你是必须要向政府申请和Habiton的官司申请 不要自己偷偷飞哦,因为会被罚团 I guess after while they all found out they tried to shout but when in doubt the facade of the sea staring back at me The Habiton全程步行 需要至少四十五分钟以上 天气晴朗的话 这里的景色是非常的棒 如果你信念的话 还可以观察到稀有的动物和植物 请我们不要错过230米长的Lang Rue Way Habiton全程步到Curtis Crest 和树顶步到Curtis Crest Curtis Crest 這個是什么指法 我的虾面就是槟城了 我的虾面就是槟城了 你在讲什么话 不知道我现在什么 哈哈哈哈 不然你现在指什么 我们出去啊 excuse me 可以走了 走完累了可以在这边上面的场庭用餐熟悉 吃面包 然后我吃这个 这个feel真的很美 这里的食物它的饮料都会偏高啦 价格只是它的环境是真的是美 刚好这一趟的旅行是在 华人新年期间 走完的Pinning去我们去吉日市看开灯 现在前半我们来到吉日市 推荐带来吉日市 是一个免费的景点 那进车有要钱吗 3块钱的parking fee 我们来到吉日市 好美 我们来到吉日市 好美 好多车9点才来吉日市 还好我们7点半就来了 那时候没有什么车 昨天是车西市的料理 在K六市可以找到 这样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卖的东西好不好吃 当然冰城还有很多很美味的街边美食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 观赏我们介绍的影片 最后冰城还有一个值得去的景点 就是信州桥 来这边可以了解桥民的文化 我们来这里他们也是有提供那个坐船的服务 他是20分钟 然后来回是20块钱一个人 ok 这一期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一期见哦 拜拜 我们下期见